哈利米亞俄羅斯海岸警衛隊基地被摧毀 逃到新羅西斯坦的俄羅斯克海艦隊 租無人艇大規模襲擊 滿月第二架俄軍蘇-25戰機被擊落 機組人員全部震亡 之後俄羅斯軍團深入無警 打擊落四空軍基地 普京官邸恐襲無人機襲擊 增加佈置外甲防空系統 炸總理的後果 希臘輔助32架F-16 最超戰場動態 火星地獄神端 歡迎收看新冷製程室 我是阮山 今天是2024年7月20日 俄羅斯戰爭進入第878日 前日夜晚對現在風聲鶴雷的俄羅斯黑海艦隊來說 又是一個不眠之夜 在夜幕和海浪的掩護下 烏拉對遠離黑海 匿藏在新洛西斯坦的俄羅斯黑海艦隊 發動了一輪大規模海洋寶貝母艦艇的攻擊 俄羅斯人競負 這麼遠的距離 烏拉的橫艇是怎麼到達的 烏拉海軍發言人普萊藤休克表示 黑海已經沒有俄羅斯藍艇的安全地點 在亞洲海也不敢停留 現在連遠在新內西斯坦亦擋過烈攻擊 英國國防部武裝部隊部長希佩 去年10月在華沙居人的一次會議上 周策經說過 俄方藍艇的分散 是俄黑海艦隊功能上的徹底失敗 有了這樣的自信 烏拉最新作出決定 向北一船隻永久開放黑海 扎列斯基批斷了該國的海上安全戰略 其中規定 與北約合作以及該聯盟船隻在黑海的永久存在 這樣表明北約在一步步向烏拉闖開懷捕 克力沒有放向 烏拉國安局的無人艇和無人機 前日晚上還突襲多魯茲拉夫的俄羅斯海岸警衛隊基地 激進了包括指揮部 彈藥和設備倉庫 編電站和射擊陣地等多個目標 同底相關的一條消息是 在上個月克里米亞度假海灘上空的導彈爆炸 導致上百日傷亡後 俄羅斯人終於意識到 克里米亞是一個被佔領的半島 俄會正在圍繞領土陣段帶大家出手 到克里米亞又再遊坐的日子結束了 現在俄羅斯人終於不再感大規模讀克里米亞度假 現在正值克里米亞度假的黃金期 7月19日 烏拉國防部情報總局發佈了一個報告 被俄羅斯佔領的克里米亞領土上的局勢 導致俄羅斯人大規模取消了半島度假勝利的非法娛樂之旅 近80%的俄羅斯人 拒絕參加2024年六月 在被佔領的塞亞斯托波爾組織的旅行項目 上個月 整個以克里米亞半島為目的地 已經預定的代金券 取消率已經超過三分之一 來曼戰區 阿速部隊繼續在謝列布略司機深林中推進 在昨天的戰鬥中 有三名俄軍士兵向阿速軍團投降 在得到美式武器鳥槍換炮後 阿速軍團的戰力大幅提升 跟機的戰績相當不錯 7月19日 雙方基督的阿富迪福加地區 波克羅夫斯坦方向 烏軍第110類的士兵 使用高射炮擊落了一格俄軍蘇-25戰機 一開始 這格俄軍飛機向烏軍陣地撫衝射擊 但遭到烏軍士兵的頑強反抗 他們沉著冷靜的應對得到了援露 隨著高射炮彈的應聲射出 這格冒險行動的蘇-25 在空中被擊落解體 飛行員震膜 這個消息 已得到烏拉總侵入部的證實 本月較早的7月7日 又是防禦地區的烏軍第110類 擊落一格俄軍蘇-25戰機 飛機墜位 飛行員死亡 7月19日的蘇-25 是本月被擊落的 第2架俄軍飛機 又是這個類似擊中的第8格蘇-25戰機 戰果揮霍 軍方戰報寫道 來自以馬克 貝茲魯極科將軍命名的 獨立機械法旅的高蛇炮手 吹了另一架蘇-25攻擊機 這架飛機 已在烏拉頓巴斯大組員上燃燒 怎樣說 即是說蘇-25這款飛機確實太老了 近距離苦衝攻擊時 很容易被擊落 俄軍飛行員仍是太大膽 難道俄羅斯空天軍裏 亦有督戰隊 巨烏拉武裝部隊總參與部 自俄羅斯全面入侵烏拉開始以來 已有361格俄羅斯飛機 以及326格直升機被摧毀 俄羅斯佔領者 在對烏拉戰爭中的傷亡總數 已達到56萬4620人 沉寂了一段時間的 自由俄羅斯軍團的遊擊隊員 又有消息鬧 他們潛入俄境 在比爾武地區大收尾落了一個 俄羅斯空軍基地 消費軍事裝備 這基地 距離烏拉邊境 超過1450公里 事實上 自由軍團在軍事行動上的傷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和政治意義卻極大 認為 他們由俄羅斯人組成 已在俄羅斯領土上 唯一一支明確反對普京總統的 反政府武裝 反而來說 如果說這支武裝是烏克蘭人 進攻俄羅斯 還會比俄羅斯增加更大規模洞穴的藉口 但現在是俄羅斯人 你說怎樣 其實 由於俄羅斯復原港大 這裏說的俄羅斯人 還包括來自遠東地區的 小數民族 一位來自俄羅斯公民組成的 新西伯利亞營士兵表示 他們中有很多人來自西伯利亞各小數民族 為烏拉作戰 是希望自己共和國獨立 不再在俄羅斯人的殖民地 烏拉第一頻道7月16日報導 烏拉軍事專家羅曼 斯文坦發表了一份聲明 評論中俄羅斯人 將另一架 外甲S1防空中合體 轉移到普京 在亞爾代的住所附近一時 思維坦華 從烏拉發射的磨人機 飛到這裏可能不大 這意味著 普京最能防範的是國內的危險 特別是俄羅斯境內 有很多人可以發射磨人機攻擊他 據他介紹 FP2磨人機 可以在俄羅斯的任何市場上購買 充好電 便可以執行自殺式毀機的戰鬥任務 這種襲擊 好了 查出來是誰實施的 所有防範措施到位 是唯一的對策 較早後 在距離普京住所不是很遠的地方 就已經安裝了一套 外甲S1防空系統 這是第二套 這個系統 安裝在莫斯科地區 防空系統的 同一座塔基上 防空系統 位於 哥羅比利島的森林中 距離普京的別墅約3.7公里 普京挑起的這場戰爭 正以其無法掌控的方式發展 讓普京整日生活在恐懼和提心吊膽之中 但至少普京的一個目標正在成為現實 由於烏拉軍隊的遠程火力 不斷報復哈爾科夫商量的俄羅斯 比爾哥諾德州 在得到美國武器部分解禁 打擊俄羅斯本土限制後 烏拉的遠程火力 更加無所顧地 開始經濟到比爾哥諾德 當地時間17日 俄羅斯比爾哥諾德州長 加拉德科夫宣布 在與烏拉交界的比爾哥諾德地區 建立一個緩衝地帝 限制非軍事人員出入這14個定居點 這些定居點 全部由俄羅斯軍隊接管 14個村莊內廢棄的房屋 給俄軍使用 加工廢議人佩斯科夫亦正式承認 俄羅斯正在與烏拉交界的 比爾哥諾德地區 建立軍事援衝區 第一階段 是將14個居民驅陣 變成軍事區 然後逐步擴大 這就比較有趣 普京出兵烏拉的目標 是將烏拉變成俄羅斯 和北約救援衝區 到今年5月 俄軍開始進攻烏拉哈爾科夫地區 和俄交界的邊界地帶 目標是要在烏拉建立俄烏衝地帶 現在 援衝區終於帶來了 但是他在俄羅斯境內 這個應該是出兵前 普京發夢有都猜不到的東西 他高估了俄軍戰力 亦低估了西方捍衛歐洲秩序的決心 更低估了烏拉人 抵抗侵略的意志 以及中止成城的凝聚力 戰爭和飛彈 沒有讓烏拉人們屈服和害怕 反而讓他們更團結和堅強立 比如前段時間 在俄軍導彈集結作基庫兒童醫院後 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 自發參與清理和救活工作 這樣的民族 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7月17日 媒體報導說 希碟計劃向美國出售32架F-16戰機 除了現代化改造後交付給烏拉 而作為交換 美國國會已經批准向希碟出售 最多40架F-35戰機 希碟希望向美國出售32架F-16Block 30型號 美國準備將它升級為F-16Block 70戰機 然後轉交給烏拉 這樣烏拉的F-16戰機的儲備中 就又將多出32架 至於為什麼美國那麼多二手F-16 還需要希碟轉為 估計希碟這些戰機還在使用 美國付出的那些二手F-16 升級成本太高 而且時間太長 另外 希碟還計劃將82架F-16升級為Block 70 並從法國購買24架震風戰機 希碟美國學院全球事務研究所所掌 國際關係學教授康斯坦丁羅斯·菲利斯華 這決定在3月6日顯示發生的事件後做出 當時一枚俄羅斯導彈 在奧德薩擊中了 渣烈斯基總統 和到訪的希碟總理基里亞科斯 米佐塔基斯附近的區域 傷距不足100米 這次事件 還有一步激發了希碟人對烏克的支持 希碟人對俄羅斯的好感度 從戰前的70% 下降到去年的30% 好了 今天的新冷戰力室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